小朋友们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 一定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和关注哟 小明明们你们好 我是猴子姐姐 我是猴子姐姐 猴子姐姐 今天你们看到我身边做的这两个日记 记得了吗 我们要玩的是 谁是中国真正的美食家 你们也知道中国是美食大国 有煎炒烹炸 样样进行 比如说中国的馅饼到了国外 变成了披萨 中国的年轿到了国外 变成了意大利面 那么今天我就要考考你们 要做出最具中国特色的美味汉堡 注意不仅要好吃 还要美味哦 每个人 是不是就是美味吧 还有中国特色 每个人要30块钱的预备基金 做出你们最好吃的中国汉堡 现在出发吧 好 正所谓中华文化国大精深 所以作为中国汉堡 我觉得最重要的点睛之笔 就是这个酱料 所以这个酱我准备刷 只有中国才有的独特 火锅蘸料 就是这个 相信它的味道一定会非常的宇宙不同 国外的汉堡里面加的一般都是生菜 不如我做的这个中国汉堡 我给评委不估计 里面加一点菠菜 让他尝试一下新口味怎么样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现在我要给我的评委买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只有中国才有的 特色辣条 哈哈哈哈 这个汉堡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宝 所以呢 一般都是用小麦做的面包作为这个宝 所以我的这个宝 跟别人的宝不一样 我要用饼 因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我觉得调味品应该算是一个吧 呃 你们看 这个 豆腐乳 应该算是 特别具有中国特色的 所以我决定拿一个这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国的汉堡呢 皮都是拿面包来做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汉堡皮应该拿 馒头来做 其实蔬菜里边呢 我觉得小葱最具有中国特色了 所以我决定拿一把小葱 我妈妈呀 呀呀呀 制作中国汉堡 我总共发扬了中国传统的 金简节约美德 我花了6块钱 这么少 但是我对评委就是非常的好 我给评委花了20块钱 这么贵呀 对呀 那首先我买了 小香葱 你要把葱放在夹的汉堡里吗 对呀 中国的那个大葱 反正挺好吃的 我感觉 青菜这方面 我决定给咱们的评委不补体 我选择了超多的割菜 哇 挺有意思 我们两个一起评工 下一个你拿什么 我看看啊 下一个我拿条六 吃吧 那我也拿条六 我们三二一一起拿好吗 好 三二一 登登 哇 你这是什么 服辱 对 我拿的也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火锅蘸料 下一个你拿什么呀 姑姑姐姐 我要拿汉堡的宝 我也要拿宝了 准备好了吗 三二一 登 哇 哇 哇 你这是什么 馒头 我这个是玉米饼 我这个玉米饼 刚烙得可香了 哇 还是热的呢 对我觉得我这个汉堡已经赢定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汉堡吧 不 我还有一个 精髓的点睛之笔 中国汉堡的点睛之笔是什么 什么 只有中国菜有的 哇 牛 银配菠菜 看着吧 我赢定了 我们开始制作吧 好 我开始制作我的第一步汉堡 你的第一步是把馒头切开 我的第一步是把我的饱摆在盘子上 对你那个直接摆两层就可以了是吧 对啊 你看在干嘛带盖呢 这个显然就是汉堡的不行 第二步我要刷我的精髓 火锅蘸料 哇 好香呀 我的蘸料 好香 好香啊 太好吃了 我感觉你这个有点多了 不不会太咸 我要把它每一个地方都想到这样 让评委尝到每一口都有丰富的口感 小朋友们不要跟我学哦 在这里面切会切到手的 哇哦 会 哦我的汉堡屁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也要来刷斩料 你的汉堡屁才完成 我都已经放青菜了 哈哈哈哈 没事你比我多一样 哇哦 汉堡盖子盖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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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我们邀请评委品尝吧 对 我们都制作好了 太香了我的饼 这个外形也太奇特了吧 这不是我们日常吃的馒头吗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汉堡 那请问一下你给它起了什么名字 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做 一青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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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你给它轻啊评委 轻啊你小心点 轻啊轻啊 我先尝尝你的文 你的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我的创作理念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早餐 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中国北方人是以面食为基础的 现在不吃面吗 现在人比较多 我们这边就是主要吃大米 但是中国古代的人 它是北方是比较以面食为主的 面食呢代表作品就是馒头 然后在里面加以蔬菜的健康为基础 北方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你等一下你咬一下 这个其中的内涵 你一边吃我一边跟你解释 好好好 就行了 我看到我旁边的一个大爷 拿着一个馒头里面卷了一根大葱 蘸点的俘虏 我就咬一口没想到 我现在又知道了 当年的味道 没错就是这个 俘虏配小葱 然后配馒头 这个是我们这个北方人的 传统吃法了 但是评委我觉得它这个汉堡 不如我 多中国呀 蚊头中国的 我觉得我这个挺中国的 小葱中国的 俘虏 真是中国特色 我觉得它那个东北 但是它不中国 我来说一下 从外形来看 很像了 很符合汉堡 因为是圆但是补起来的 味道吧 这馒头有点烟 有点烟 有点烟不下去 但是它是很香的 对 因为这是我想的时候的味道 吃起来就回味不久 对 尤其是这个小葱很爽 好 这个 俘虏啊 好香 你不喜欢小葱不代表 评委不喜欢小葱 评委就喜欢什么葱啊 大蒜啊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我刚刚在超市的时候 我还见到桃小姐 我说桃小姐 你要不买个大蒜放进去也不错 我想还是别人对评委那么狠 那你介绍一下你的这个 评委 问题 一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长得有点像新疆的囊 饼子 什么饼 玉米面饼 大饼子 这个饼是玉米面做什么饼 所以它的口感 一会你吃一下就知道了 拉嗓子 我给这个饼起的名字叫做 黄鹤龙下卖饼的桃儿人 哈哈哈哈哈哈 黄鹤龙是什么 我们是黄鹤龙吗 首先 黄鹤龙多少年历史了 你知道吧 第二 黄色的 就带一个黄字 所以就是黄鹤龙 黄鹤龙很大 我的饼很大 我的饼 黄鹤龙是黄色的 这个饼很大 它可以称得上是汉堡中的 巨无霸 嗯 接下来口感就要由您自己来品尝了 创作里面 创作里面 黄鹤龙下卖饼的桃儿人 这些赛赛选手 创作里面吃一下就知道了 里面的配料都是有中国的意义的 我尝一尝 我尝一尝 五千点历史吃出来了吧 能没有 好吃吗 内涵乾坤啊 哇塞 哎呀 不真的 没吃过吧 评伟 这个 那个是东北的汉堡 这个可是中国的呀 这个饼子 嗯 口感比你那个粗一点 嗯 嗯 对 但是 但是它的馅儿啊 嗯 太有讲究了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看 这是我们中国 蔬菜 菠菜 菠菜 韩蝶 小朋友们吃的话可以补帖 我就为了给评委补帖 才给评委吃的 这个 辣味的 知道了 嗯 只有中国才有的 嗯 嗯 太好吃了 老外说的都说 蛮 good 然后这个饼吧 虽然有点拉嗓 但是特别甜 对 那我尝你们还有点咸蛋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咸蛋 您再细细评论一下 好 你每天都会与它见面呢 哎 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你不觉得这个 就是你以前特别爱吃的那个 特别爱吃的那个 海底老火锅调料 对 这就是我中国亨蒙电晶之饼啊 哎呗 我付出了多少心情 能跟我讲一下创作理念吗 这真的很好吃啊 因为火锅是中国才有的特色美食 嗯 所以我选择了火锅蘸料作为这个酱料 嗯 这个饼呢 是玉米面的 所以它是粗粮 它特别利于人的消化 嗯 而且口感还非常细腻非常甜 口感不细腻但是对身体好 对 嗯 那这样吧 今天啊我通过几个方面进行点评 嗯 首先第一个 创作理念呢 我是比较喜欢这本的 是喜欢郭哥姐姐 嗯 因为它这个吧 一清二白嘛 对 这个名字起的比较好 而且它 我像麦饼我像桃儿 哈哈 好强 嗯 有点牵强啊 你说不出来什么点典故 黄色楼 哈哈 还有桃儿 哈哈 然后 从外形上来看的话 它这个汉堡 嗯 不错 因为它很像汉堡 那我这是巨无霸 好先听我说 你这个营养成分 完胜它呀 哇 又有菠菜 又有这个粗粮的饼子 咸那也失口 好 你的营养成分胜过的还有一份 是你赞成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味道 嗯 咸甜辣 里面都有 还有蔬菜的清香 嗯 所以今天我实在是分不出来 到底谁是真正的美食家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各有特色 所以我宣布 今天啊 中国汉堡美食家大赛 就是你们两个共同胜出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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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这个啊 我就带回家了啊 好 好我就走了啊 拜拜 拜拜 小朋友们不要忘记订阅新魔力玩具学校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等会儿我也要吃 小朋友们可是小厨神啊 哈哈 给我留一口 小粉丝的来信 读信时间到了 我们两个今天合起来读一封信 好的 都是来自严佳瑶小朋友她写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啊 好见公分写了三四封信了吧 看不到写什么了吧 哎 这个好像写第一个 这么多 亲爱的姐姐们你们好 我是小米丽严佳瑶 这是我开学以后给你们写的信 看不到真的不止一次啊 嗯 我想告诉天天姐姐 天天姐姐 虽然别人不太喜欢你 可是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们所有人 因为我爱你们所有人 豆子姐姐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爱豆呢 既有趣有可爱 平时总是笑呵呵的 跟我一样喜欢笑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星座呢 我是天蝎座 我是射手座 我的手机里都是你手机壁纸 都是我 以后也会生我吧 怎么样 小米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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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如果其他姐姐也喜欢我也做给你们看 那我们先看这个好不好 好的 你看这个他有做了一个封面 然后里面都是他自己画的 我要学他的表情 然后写出来的 第一个表情 这个张操团子好可爱哦 我觉得他做的一个 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思和时间 没错 好哭泣 我画的太好了 太可爱了 都不重样 是吧 哇哦 好漂亮 我们收下的 哇好漂亮 这个我肯定会收下的 带回去给我的好朋友们看 还有他对我们提问了 姐姐们你们最喜欢什么明星呢 我最喜欢 我没有喜欢的明星 我只喜欢我自己 所以我最喜欢的各位姐姐们 我觉得所有的姐姐都比那些明星好看 好看一千万倍 你还写了一个真心话 我听说茉莉姐姐的小康宝出生了 康宝是个女孩子吧 请帮我跟茉莉姐姐说 茉莉姐姐 你辛苦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 其他的事情 交给茉莉大哥吧 你这是我身上 跟你读戏呢 我插不上话 哈哈哈哈 而且小康宝很可爱 长得很像茉莉姐姐 嗯 还有姐姐们 如果可以 请你们在抖音搜索 茉莉家族小粉丝 这个抖音名 哇 你是不是 我好像也看到过呢 我好像回复过你吧 我好像也回复过 对 他好像把我们所有人的视频都剪辑在一起了 是不是 哇 好棒哦 谢谢你 最后我想说 豆子姐姐 你最近又变美了 豆子姐姐又瘦了 谢谢你 我会再接再厉的 好紧张 没有吗 没有了 然后我想补充补充一下 就是康宝 我觉得 可能像摩大哥比较多一些 康宝 小眼睛 哦 确实有点像 但是可能越长大就越像妈妈 就会变得好美好美哦 谢谢 哎 茉莉姐姐 嗯 你脸上怎么了 怎么了 有点东西 什么 有点美丽漂亮 露姐姐 啊 我去鸡皮疙瘩了 茉莉姐姐 我去鸡皮疙瘩了 你数什么的 我数猪 你数什么的 那我也数猪吧 你属于我 那个 摩姐姐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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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 没事没事 摩姐姐 我叫凌儿 你叫叮当好吗 叮叮当 不是 凌儿 不像叮当 那个那个 现在几点了 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我要走 瑤瑤 你太厉害了 现在 现在多 几点了摩姐姐 几点了 是不是我要走了 嗯 现在两点四十七 不 是你可爱的起点 啊哈哈 牙瘩了 哈哈哈 真可爱 这都是情话 我都没见过这些情话 我只知道你脸上有点东西什么东西 有点漂亮 没有了吗 没有了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也要写了这么多情话 没错 然后这边还有它字 你看 嗯 是一个心 我们可以打开 嗯 这个心 哇哦 然后我们来打开心 哇哦 是一个什么呢 飞机 飞机 然后飞机打开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放在飞机上 飞过来送给我们 爱你们哦 欢迎爱你 耶 谢谢小米粒们给我的来信 给我们的来信 对 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吧 也许你不要忘了继续给我们写信哦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